光之战士抹杀计划 在美特隆新人也脱离星间联合后 维菲拉斯图案怒气冲冲的找上了巴巴了 怎么啦 盛世军 本质不够看了咩 干嘛怒发冲官啊 啊 对了 你没头发 我有 别扯淡了 给我谈正事 我们星间联合的目的是除掉光之战士 夺取奥特钥匙 可是扎拉波的萝卜厂破产了 嘎瑟的从者勾带了 纳克新人用心棒起来的墓场被毁 如今美特隆的假药厂也唯一过端 这些都是奥特战士所为 而当初用宇宙之风将他们给吹到这些地方了就是你吧 你是说我故意坑他们咯 不过雷欧到美特隆新和我没关系吧 但是你装过雷欧的地理 不排除雷欧之前看到的拉斯特拉也是你变的 总之我们这群人合谋夺取奥特钥匙 说到底最后能支配宇宙的就只有一个人而已 弱者迟早要面对被淘汰的命运 所以你现在就要和我一决雀雄咯 不要以为你光投我就怕你 突然博古新人一剂飞链踹向了美菲拉斯 但美菲拉斯也是高深莫测的 不要会错意了 我只是觉得窝里斗很傻屌 倒不如好好利用可以利用的家伙 比如说西波利特和帝国新人 虽然脑子不好使 但实力是有的 这样啊 懂了 毕竟都是单挑过奥特兄弟的人嘛 于是巴巴直接一个奥特区名设了出去 打算将所有奥特曼们引诱到帝国新人和西波利特新人的属在地 美菲拉斯看巴巴总算有点认真的样子 便离开了 巴巴也派出了伯古去帝国新人他们那里观战 然后在行星底谱上 被奥特先民吸引到此处的佐飞正在苦战着 他被大螃蟹射了一身后 发动奥特转转转 外加强人所难和大螃蟹一些倒向的地面 也算是勉强击退了敌人 此时的佐飞和先行一步的泰罗艾斯走散了 而这个心情雾霾又大 寻找艾斯他们也费信 走着走着佐飞就掉坑里了 逆变的泰罗则靠心之声掌握了剑文社霸气找到了佐飞 受伤的佐飞甚至欣慰 啊 是泰罗啊 那艾斯在哪里啊 至于艾斯 他也和泰罗走散 只是遭遇了十分强大的帝国新人 明明都一屁股坐地上了 明明都吓得四四发抖 但正是因为如此 为了我的兄弟们 我要在这里打倒你 这条命十不足心 一套技能打了下去 艾斯是摔了 帝国新人啥剩有 车轮占耗我的血对吧 公事书上都说了 泰兰特克你们都没耗多少血 你的攻击就像老痒痒似的 所以艾斯又见到了自己的两个哥哥 已经被变成雕像的初代和杰克 杰克的这个姿势不对啊 这才是杰克该摆的pose 这是特制大师球 有了他我可以捕获一切光之展示 来吧 艾斯 变成老子的收藏品吧 之后艾斯也是变成了熟悉的配方 希伯尼特的球球真好玩 要是哪一天能把奥特曼中进球里就好了 感觉说这种话总有一天我会后悔的 说回佐飞和泰罗这边 他们刚打算继续收发 就被一群螃蟹给包围了 不过这些螃蟹都是热心群众 他们不仅治疗了佐飞 还把佐飞他们邀请到了自己的部落 顺便提供了这颗星球的情报 这颗星球最近过一时不断 这种时候就应该拜托那位大人 佐飞眉头一紧 那位大人是谁啊 所有螃蟹们在佐飞参观了那位大人的实相 不好意思同样放错了 应该是这个 那位大人就是希伯尼特新人 他被螃蟹们奉为神明 当然这些都是他在装神弄鬼 这个家伙就是投了个影 下了苍语 说了一句 你们的任何愿望我都会实现的 就把螃蟹们忽要的呼呼悠悠悠 而被螃蟹们奉作神明的希伯尼特 此时正在对帝国新人点头画腰 帝国新人大人 把所有奥特曼变成实相 然后得到奥特钥匙 这样的话 全宇宙都是灵的了 无聊 我想要的只有全宇宙最强战斗民族的称号而已 想当赛亚人 最起码先染个金毛再说啊 巴巴巴之前说要干家的时候 是谁投也不回来就走了的 希伯尼特继续拍着帝国新人的马屁 剩下的奥特曼们在这个时候 也赶到了这颗星球 将帝国新人传送去战斗后 希伯尼特仇恶的记忆脸也阴朗无疑 你还敢玩球 以后奥特降落球有你设的 现在你玩的那个球也能玩死你 刚抵达这颗星球 高两个又开始怀疑 这里会不会出失利 弗莱亚突然一巴掌打了过来 有蚊子啊 当然不是蚊子 是帝国新人 弗莱亚发射出去的时候 被帝国新人给固定抓住了 这只手真可爱 看着我都叭气了 我帝国新人只想过 平凡的宇宙最强生活 你居然敢把弗莱亚的手给 全力冲刺的高两阳 直接就被帝国新人一钳子打飞 看到敌人这么强 其余奥特曼打算一起上 弗莱亚却表示 我们又不是什么宇宙黑帮 绝不会一多七少 我要单挑他 夺回自己的奥特之力 弗莱亚一出手 就把帝国新人弄进了一个球里 同时利用自身的超能力 为以疯狂攻击帝国新人 看见兄弟被变成这个样子 其他四个奥怒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们一起上 无因无他 然后不出意外的 四个奥也都变成了雕像 这熟悉的操作 再算上之前的四个奥 全灭超奥特八兄弟 战斗结束后 西伯尼特打算假新鲜的 慰问帝国新人 您身上的伤不要紧吧 这些都是荣誉的象征 剩下的就只有左飞和太罗了 宇宙最强 自日可待 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魔骨 都替奥特曼们做急 于此同时 旁星们把死去的同伴 打包成大杂线上控给西伯尼特 是希望西伯尼特 能够好好处理同伴的遗体 泰罗这本着 打倒一线流鬼蛇神的态度 悄悄跟了过去 他的天心又收到了 西伯尼特石像头部里的小电台 为了一探究竟 之后开始爬塔了他 却被突然出现的 伯骨一脚踹飞 于是泰罗就极其可为了 扒在悬崖边了 看着泰罗在下 伯骨在上的场景 不知为何我想到了这一幕 不过泰罗这么称之 是有原因的 左飞之前专门嘱咐过他 叫他不要乱用力量 奋力一搏的 泰罗还是爬了出来 使出一记硬尸飞踢 然后被伯骨一脚踹成 侧身翻腾180度 紧接着又被一脚踹下了石像 泰罗就这么暂时扑街了 好在之后 螃蟹用口水为昏迷的泰罗 写了个泡沫找疗伤 不知道醒来的泰罗会做何感想 因为他还是挺嫌弃螃蟹泡沫的 毕竟TV里被射过一年 左飞看到自己的弟弟 被别人打成这个样子 当然不能忍 在星之声杠 自动探路挂了帮助下 他找到了西伯利特的工厂 并且让螃蟹得知了 自己同胞神圣的遗体 居然被西伯利特拿来 制作特殊逆侵 在宣言完星际联合的邪恶行为后 左飞也化成为 正义的使者变身作战 哇 多么温暖的光 还是你当我们的那位大人吧 所以我就在西伯利特 继续用丑恶的G2脸得意的时候 左飞突然出现 逆拳打爆了西伯利特 头上的那个玩意儿 不过那个玩意儿弹性还挺大的 下一秒就还原了 左飞决定立刻用M87 胡他G2脸 丑恶的G2脸 也立刻亮出了 他的等身手腕收藏 当当当当 如果你想要这些的话 就去打倒帝国新人吧 即便知道西伯利特 不一定会说话算话 但左飞脑脸一黑 就只有答应了 而西伯利特也趁机溜了 呵呵呵啊 这个就是我的逃跑路线 反正我也能逆情配方 以后团灭奥特我兄弟 也不成问题 逃走后的西伯利特 躲进了石像里 而偏偏不信鞋的 泰罗在醒来后 又跑到了石像下面 西伯利特则开始激怒泰罗 看吧 这就是你的哥哥们 好气啊 我哭了 你们呢 但这眼泪不是为我而流 感应到泰罗的觉悟 奥特徽章又从泰罗的肩膀上面 长得出来 果然徽章丢不丢都无所谓的了 我相信 极度愤怒的泰罗 一定可以抱住西伯利特新人 一八大 难道是这个事件 让西伯利特觉得 玻璃罩比刃球实用的吗 看见瞬间被变成雕像的态度 博古无语了 但这也不是你在太子爷 脚下小便的理由啊 此时佐飞也找上了帝国新人 大战一触即发 不愧是最强战士佐飞 毫无畏惧的就过来了 帝国新人你这个家伙也是 坦荡荡的战斗方式 也不像诡计多端的心肩联合 别他妈商业互吹了 老子要靠自己的力量 成为霸者 杀卡卡打亏 一起出拳 帝国新人头上有盔甲薄黄 佐飞我替他慌啊 帝国新人拿起前阵就是 横丝素砍上下分推 而佐飞甩起头来也是 前情后仰左闪右笔 两人来回周旋 打得不可开交 说时迟那时快 佐飞一把锁住了帝国新人的一只手 帝国新人微微一笑 击中了佐飞的脆弱部位 佐飞在正经外加脑震荡之余 也赶忙还击 回进了一记回旋梯 突然脚挡 又一拳打扁了帝国新人的头 突然还原 以为我打扮得很凶贵就很硬吗 其实我是软体动物 所以两人各自发起了最后一击 头都没大 帝国新人缩成一团 朝着佐飞的M87冲了过去 这是打算拿点硬接吗 全宇宙无敌之明 究竟会落入水手 结果是残酷的 帝国新人打散了佐飞的M87 烈火焚头弱等仙 粉身碎无霸 佐飞 佐飞不仅倒下了 还又掉坑里了 然而其实佐飞 即使跟在帝国新人旋转跳跃了起来 凭实力走过了一截 就在帝国新人讲解完佐飞的战略 顺带吹了一波佐飞后 准备继续开打的时候 你已经输了 只见帝国新人的手突然就爆了 又见佐飞的身后 出现了奥特兄弟们的身影 我看到了 这是替身攻击 别扯淡了 只是车轮战咒笑了而已 到时候和你的急爆兄弟也说一声 你身上的伤都是我的兄弟们留下了痕迹 即便如此 帝国新人依旧打算继续战斗 突然西伯利特跑了过来 这是堂堂正正的单挑 滚了你 哈 你这个老不死的老实人 你喝饭去吧 西培拉斗蛋 最后愁了接着脸 准备拉大势球收服佐飞 变地火焚烧的帝国新人 却立刻替佐飞挡了下来 并用最好的衔子卸下了西伯利特的一只手 哈 我的西伯利啊 你为什么要救 我才不是要救你 我只是不希望无敌的佐飞倒在这种人手 帝国新人最终由于受到烈火和特殊灵星的双重影响 变成了一地碎屑 西伯利特也猖狂逃窜了 来不及调恋的佐飞 踏着不会停下来的步伐继续前进了 逃回飞船的西伯利特又撞进了伯骨 友军 快过来帮我 帮你活动尽力 软啪啪的 你该不会也是个软体动物吧 瞧西伯利特这小眼神 还莫名的有点猛 之后被伯骨踩在脚下的西伯利特开始瞧刀 脸上的那玩意都吐了 我都留下悔恨的内水了 肯定不会反抗啦 告诉你解除实话的配方 放过我吧 嗯 佐飞此时也杀了过来 直接与伯骨开挡 确认过手感 确认过脚感 佐飞遇上对的人 果然 你还活着啊 你是多明其妙打起来的家伙 吃我一发痛惜啦 佐飞也真的是有替身 上一次帝国新人替他挡了 这次伯骨也替他挡了 导致伯骨腿被固定住了 但是逃过一劫的佐飞 却被西伯利特头上的东西给闪到了 无敌又怎么样 大队长都经不住了玩意啊 队长经不住很正常嘛 你刚刚还踹我 现在腿动不了了吧 踹你屁屁 来呀 提不到我吧 像这种时候 真正的硬汉往往会选择自断一腿 伯骨也不例外 他自断一腿后 一拳喷透了西伯利特 西伯利特的小眼神一气哄哄哄哒 你这种垃圾就应该直接换方块 战场常在 这句话我之前说过 我当然做得到 没错 我估计就是之前下落不明的多刘 来不及虚昂温暖的多刘 将自己知道的全部情报告诉了佐飞 新建联合的目的是 歼面奥特战士得到奥特钥匙 特别要小心巴巴尔这个GJJ 虽然他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 但也不是毫无弱点 我现在就去探明他的弱点 不行 你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 我不准你去 多刘直接一拳就把佐飞打到再起不能 并将自己手上的所有方块交给了佐飞 曾经我没能守护住一颗星球 感到十分追悔莫及 我已经不想再拥有那样的回忆了 再见了 兄弟 话一说完 多刘就头也不回地走 这一去 便是永别 好的 这里只是W8 麻烦各位点赞投币收藏关注下Up 收藏过程 下个星期继续跟史创林 那咱们下期再见